母音发音的奥秘 那我们说过母音难发音的就是六组 那今天是最后一组 那这六组你如果发音发得很准的话 那你的英文就美语发音了 那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很OK了 如果练得很熟练的话 连老外都会吓一跳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组呢 都是像是耳的音 其中这个耳呢 它问题比较大一点 好我们先看看这三个 KK音标 这个耳 看起来感觉上都差不多 其实差很多 耳 耳 耳的三个 你先习惯这个符号 那我们先看看 看看那个口腔的那个图形 那差别在哪里了 那我们可以看看呢 就是 这个耳是最难发的 因为这个图画的还不够精确 就是说它是发音在最下面 就是舌头整个下巴要往下 而它的差距比这个图形上面的要来得大 好那这个耳呢 它是通常是摆在比较后面 位置后面一点 通常是我们字母呢 加E啊 加O啊 这些东西的 或TURE等等的 比较是放在字尾 那这个耳呢 位置比较轻一点 位置在上面一点 它通常是在那个 两个重音的时候在前面 在重音前面 它大致上是这样子 好那最难发的是这个 那我们看看呢 好这三个音看起来差不多 其实差很多 都跟国语呢 耳耳 有点像 这个耳呢 是最难发的 因为它比较卷舌 而且它发声的部分呢 在下额处 口腔要打开 那这个字亚洲人就比较不熟悉 不太会念 也发不太出来 因为不知道怎么发 没有了个观念 那这个耳呢 通常在字尾 father啊 brother这些啊 那当然英国腔会念成 带一点O的音 O的音 那美语是比较 没有是O的音 就是比较 舌头放在后面一点啊 也是比较卷舌的啊 位置在口腔的偏后方 那这个耳呢 就是不太卷舌 一点点就可以 他的声音在口腔上面一点 前方一点 通常在众音的 之前的第一个音节 那通常那个在众音前面的2呢 就是这个2 比较没有后面这两个2 那我们来看看呢 好 现在就是我们发一个比较 大家不会发的音 鸟 我们说一般人可能这5个字呢 可能会念 bird bird 鸟 土地啊 地球 earth earth 谋商呢 mother mother 户士呢 那当然也可以当动词啦 就是照护 nurse 那这个条件啊 学期啊 学校的学期或者 因为那英文就是一字多译嘛 意思乱跑 没有说一个字 一定是哪个意思 attent tent 我们再说一般念 bird earth mother nurse tent 差不多是这样子 那差很多 那我们现在看看呢 把口腔往下 舌头往下一压 我们听听看有什么不一样 bird bird earth earth murder murder nurse nurse turn turn 那你 你如果一开始觉得这样有点不习惯 那是因为你还不习惯 那你多念了以后 老外听你念他会吓一跳 因为这种音不好发 我们再念一次 bird earth murder nurse nurse return 那通常那个字r呢放在后面呢 是 带一点 就是比较 放在后面 感觉上 actor anger brother center culture 那我们一般一般念culture culture 他因为那个他是那个r的那个音 后面带个l 所以带一点l的音culture 所以你听老外他都不念culture culture 他念culture 有点cow cow 像母牛那个音culture 因为他有个l的关系 所以你看他那个 像这种 这个音呢通常在字尾 他的音会拉长一点 然后有点卷舌 actor anger brother center culture 那当然英国人会念actor anger brother center culture 他们会比较发那种音 那我们当时讲美国音 所以他发在后面 比较 比较稍微卷舌一点 稍微念 念的比较 时间发长久一点 就那个韵味 其实我们讲英文要有那个韵味 要有那个韵味 那个味道 你不但是要把发音发准 你还要把那个味道 该长的 该重的 该轻的 就是像唱歌一样 就把那个韵味 那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发音 你讲的道不道地 道不道地 所以英文要讲的标准 就两个原则 一个就是他的咬字 就是我们的发音 那另外一个就是腔调 就一扬顿挫 这两个 当然发音是最基本的 你发音如果不错的话 很好 那基本上腔调 人家也OK啦 那当你腔调 如果又像那种 一扬顿挫 很清楚的话 那当然 就非常标准 那这个二呢 就在前面 通常在重音 在前面 所以我们这个 一般的 这个重音呢 我们可以的把它标出来 这些都是重音 Ability 这个问题比较不大 Ability Abroad 它这个字呢 它是 O的音 可是它是大卷舌 所以它英文 就是美国念起来呢 它会带一点 带一点点R的音 不是 Abroad Abroad 那英文会念 Abroad 那我们就是很卷舌 Abroad 本来是Abroad 但是呢 习惯上带一点R的音 好听 Abroad Abroad 带一点点 这也是一样 它两个音都是一样 就上次讲的 那个O大卷舌 不是Across 不是Across 英文语Across 那美语呢 Across Across Attack Attack Correct Correct 那这些音呢 就是 尤其是 这个 往下压的音 比较难念 这个R呢 通常是放在 自尾 这个在前面 那所以呢 我们再来 这个 顺便复习一下呢 你看 我们第一组呢 就是A Ad 大卷舌的 然后上面一点 中卷舌Ad 然后这个A 是不卷舌的 Ad Ad A 那这个呢 E是前面就是 就是E 就跟我们中文的E 那这个是带 呃的音 YEP YEP 比较声音短 Y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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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次 这个WU呢 就是我们喜怒哀乐哀悟语的WU WU 这个没有什么学问 这个WU 这个WU 它WU WU的音 那这O呢 一般就是我们欧 欧洲的欧 差不多 几乎一样 那这是R 就是比较 特别卷舌的 那这个是R 声音比较往下走 它在下面 那这R 带一点点 R的音 R R 那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母音的 我们说当然是 这是一组啦 跟A有关系的 这跟E有关系的 这跟WU有关系的 这跟O有关系的 这跟R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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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六组 英文就是六组 英文呢 母 子音不会搞死你 子音难度不高 但是被搞死的 就是母音 好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呢 哪些母音搞死你 这个搞死你 这个搞死你 一般人都是发 我们先讲 这个 像这个音搞死你 这个 让你头痛 这个不太会发 这个不太会发 还有 这个不太会发 好 英文是这样子 那 一般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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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这个图上来表示呢 我们就看 所以你这一集你可以定格下来 定格下来看一看 英文发音 这就是重磅中的重磅 关键中的关键 就在这里 红色 就是关键 也没什么学问 可是你不会 你一辈子英文 不会发的好 就是 零跟 一的游戏 要么就一 要么就零 这些 音你会发 你的英文 绝对不会差 绝对不会差 你不会发 你就算你在听什么英文唱片 因为唱片你是学习它 可是你讲的时候 你不可能 随时都跟唱片的歌词一样 你可能 你唱那首歌的时候 歌词很准啊 可是你讲话的时候 你不可能永远是那些歌词 那个套路啊 它会变化 所以你 所以你没有这种观念 就算我常常听老外讲 我常常听老外讲 是比较有用 学歌词 用处就是不是那么大 所以就是记住 红色的这些 最麻烦 一般亚洲人 发音不准 问题就80%以上 出在这里 当然另外还有强调 有机会再聊 绿色的部分 是比较没有问题 那所以我们 我们再来发一次 这个比较不会发的 这放在后面的 音放久一点 把那个味道讲出来 actor anger brother center culture 这个比较没问题 通常在中音前面 ability abroad accross attack correct 好那我们就是把 这六组 讲完了 那接下来呢 那人家说 那六组讲完 这个就不用讲母音 不是 六组这是 沧海这一数啊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六组呢 我要把它混起来 因为比如说我们 以前每一集 每一个音标 就是讲五个 那英文 单字太多啊 所以接下来呢 我就会把这六组 然后把很多相对应 当然我们是找简单的字 常用的字 不要搞死大家 不会去搞那个特别难 特别少用 就是最常用的字 然后把它混在一起 然后 你就搞不清楚 到底 到底哪些应该发难 那像这个比较没问题 因为这有 这个在前面啊 在后面 那前面那五组呢 它是乱跑的 好那到时候大家看就知道 好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